中国四大央企局无霸两大都在深圳 今天带你认识一下百年央企招商局到底有多牛 招商局集团成立于1872年 前身是由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李鸿章成立的轮船招商局 距今已经有149年的历史了 也是我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央企 2020年招商局集团总资产10.4万亿 营收8148亿 利润总额1754亿 是96家央企中最赚钱的企业 2020年世界财富500强排行榜235位 旗下拥有上市企业19家 包括招商银行 招商证券 中国外运 招商舍口等等 1987年创办我国第一家股份值商业银行 招商银行市值13000亿 1988年成立了我国第一家保险公司 中国平安市值16000亿 不过后来卖掉了中国平安的股份 如今的招商局是一家涵盖港口 金融基建 地产 物流科技等多个行业 为一体的超大型集团 而且每一个行业都是撬出大牢 在港口方面 它是中国最大的港口运营商 在全球六大洲20多个国家和地区 拥有86个港口 掌握了全球一大半的海运化语权 其次呢 国内的大部分高速公路隧道大桥 都是招商局投资的 总运营里程8824公里 排名世界第四 旗下相关的上市公司 包括山东高速 四川成渝高速 宁护高速 深圳高速 楚天高速 中原高速等等 说到央企巨无霸 很多人想到的都是中国烟草和中国石化 但他们的金六人远远不及招商局 所以称它为央企巨无霸 我相信没有人会反对吧 地区和兵地区 中原来自国商业和国库的国库